Hello大家好,这里是带大家探索宇宙的科幻战舰,我是主播咪麦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一部系列科幻片《黑镜》游戏测试 库珀患老年痴呆的父亲死后,他和母亲的关系很僵 他趁夜色偷偷溜出了家门,坐上了前往他国的飞机,开启了一趟旅程 期间母亲不停地打电话来,但都被库珀绝情地挂断 在旅程的最后一周,他约了一个游戏爱好者金发妹公渡 随后准备购买返程的机票回家,处理和母亲的关系 但他却绝望地发现自己的银行卡被盗了 他不想给母亲打电话寻求帮助,于是请求金发妹收留自己 在这里打工直到赚到机票钱,金发妹欣然同意 库珀在手机上看到了一个招募游戏测试者的工作 金发妹说这是个大公司,如果能拍到他们最新研究的游戏,可以赚到不少钱 库珀决定去试试,刚到公司就被要求交出手机并且关机 但他还是趁小黑不在,偷拍了游戏设备发给金发妹 签了保密协议后,他从小黑口中得知他们研究的是增强版VR 小黑在他的脖子上植入了一个类似于蘑菇的装置 他立马就看到一只地鼠,从桌子上的洞口钻了出来 现实版打地鼠让库珀觉得非常惊喜 随后他就被带到了公司老总面前 要进行更加恐怖的测试 利用体验者自己的思维来设置游戏场景 也就是自己吓自己 这个测试的神经网络软件包,会在运行过程中学习适应 监控体验者的脑活动,从而推断出最能下到体验者的方式 他被带到一所诡异的古堡 这里没有网络,没有电子设备 体验者只需要安心地待在这里 直到自己受不了喊停实验 小黑将联系用的耳机交给库珀后就离开了 果然库珀没待多久就看到了一只他最害怕的蜘蛛向他爬过来 将蜘蛛踩死后才发现自己脚下什么都没有 果然和小黑说的一样,游戏中出现的东西都是虚拟的 不会有体感也不会受伤 他一转身,发现他从前最害怕的一个恶霸出现在了身旁 吓得他差点摔个屁股堆 但是经过蜘蛛他明白,这根本不是真实的 穿过恶霸就去厨房找吃的 突然一个长着恶霸脸的巨型蜘蛛出现在了他的眼前 再次把库珀吓懵逼了 同时耳机里的小黑不知道为什么断开了连接 这让库珀有些害怕 门外此时也响起了敲门声 他以为是小黑带人来修理测试故障 开门后却发现是金发妹 金发妹说他掉入了游戏公司的陷阱 这是个非常不安全的系统 在他之前已经有五个人因为这份工作失踪了 要库珀跟自己赶紧离开 但库珀并无相信 以为金发妹也是虚拟的 但他竟然可以触碰到金发妹的身体 还能感受到他的体温 这下库珀更懵逼了 金发妹突然变脸 说这一切都是自己和游戏公司串通好的阴谋 说完就拿起刀要砍他 库珀想要逃跑却被大蜘蛛挡住了去路 金发妹趁机捅伤了他的肩膀 痛觉告诉库珀这一切都是真的 金发妹冲过来想要干掉他 变成了骷髅怪 库珀利用肩膀上的水果刀捅死了金发妹 随后他就消失了 肩膀上的水果刀也不见了 原来刚才的一切都是幻觉 但是真实的体感让库珀受不了了 他要求立刻退出测试 小黑即刻指引他前往楼上的接入点退出 但他来到房间后 小黑却告诉他一个令人崩溃的消息 库珀只是这场测试的牺牲品 他们只是想测试在这样的环境下 体验者是不是会崩溃到无条件服从命令 事实证明他们做到了 库珀在一连串的提问下彻底失忆 就像自己老年痴呆的父亲一样 想不起来自己是谁 更想不起来自己的家人 更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崩溃的他砸碎了镜子 捡起一块玻璃就要把脖子上的蘑菇挖出来 关键时刻 这个工作人员冲出来阻止了他 小黑想关闭游戏程序却发现无法操作 接口的数据线就像树根一样 穿过了库珀的大脑 掌控了所有区域 已经无法移除了 公司老总下令将他和其他疯掉的人关在一起 画面一转他回到了老总的办公室 小黑将蘑菇取了出来 说这款游戏过于危险 这才只过了一秒钟就对库珀造成了这么大的影响 随后就给库珀一笔报仇让他回家了 库珀回到家里却发现 母亲也好像患了老年痴呆不认识自己了 嘴里一直念叨着要给儿子打电话 电话一播出 在体验室的手机却响了起来 原来刚才的一切都发生在库珀的游戏世界 库珀受到了来电铃声的惊吓 不停的抽搐 嘴里大喊着妈妈 最终死在了椅子上 都是由于库珀的手机没有关机 传入信号干扰了上传数据 激活了他大脑的所有神经突出 而他刚才的游戏体验时间才过了0.04秒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里了 如果你点赞关注评论的话 我就陪你一起看好看的电影哦 《科幻战舰》带你看进各种精彩科幻电影 下期见了 赦关注评论